一开始要很不客气的无情攻上一下 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产品是 出入所推出的薄酒乳 我自己录制了一段影片 是用薄酒乳制作成鲜奶茶 我也放在影片的最后头 而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聊几个常见的疑问 第一个是 薄酒乳跟鲜奶跟奶粉调制品的差异 根据国家标准规定 生乳的定义是 从健康乳牛乳羊身上挤出 经冷却且未经过其他处理之生乳汁 包括牛乳及羊乳 那我们所知道的 需要放在冰箱内的鲜奶就属于生乳的一种 但是薄酒乳虽然说不用冷藏 但它也是属于生乳的一种 因为薄酒乳的处理做法 就是在挤出之后马上杀菌装和 让生乳可以处在一个无菌的环境内 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常温保存的原因 而我们今天在量饭店里面看见的一些调味乳 一规定它就不能够打上生乳两个字 这件事情可以直接带到第二个常见问题 就是薄酒乳跟鲜奶的营养成分的差异 薄酒乳经过高温杀菌之后 只会破坏掉少许的营养素 乳维他命C 但是大部分的营养成分都可以保留住 因此鲜奶跟薄酒乳的营养成分 大部分是相同的 接着是保存期限 薄酒乳可以在常温底下放置9个月 这算是它比需要冷藏的鲜奶 厉害很多的地方 最后是口感 薄酒乳跟鲜奶的口感的确有差异 我自己适合过不同品牌的薄酒乳 我认为有些比鲜奶浓一点 那有些比鲜奶淡一点 那这款出入薄酒乳 是我自己喝过之后 最接近我喜欢的口感的一款 所以我想讲一下 我认为薄酒乳的优点是什么 第一个是当我今天去运动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想要带一个可以冲击的饮品 如果带鲜奶过去的话 那边不一定能够提供冰箱让我冰着 但是这款薄酒乳就可以让我带着 非常方便 再来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人住 买一罐超大罐的鲜奶 大概700ml到1000ml那种 可能在喝完之前 这罐鲜奶就坏掉了 可是薄酒乳200ml一小罐 想喝再开就可以 所以呢 如果你想看我的开箱以及使用影片的话 可以等到影片最后再去看 那如果你现在就想了解到更多 可以点击我放在资讯栏位内的连结 来了解到更多 嗨大家好 我是Minson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泰勒斯 泰勒斯我讲一下 我对他的印象从哪时候开始 那时候我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叫做 The Valve 当时呢 这部电影当中放了一首歌 我觉得好好听 后来我就回去用电脑搜寻一下 他的一首歌叫做Enchanting 就是我听到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 我发现唱的人叫做泰勒斯 这是我入坑的第一首歌 后来陆陆续续有听过他的Back to December 因为录影代拍得非常好的Blank's Bass 还有I knew you were trouble 这几首歌 那以上这四首就大概是我对泰勒斯的所有印象 你知道吗全部了 所以我今天如果只听过这四首 剩下的歌我都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我说我今天是个泰勒斯粉来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这样子太假了 最后可以很老实地讲 我可能更常听Jay Cole 或者说更常听Imagine Dragons的 可是从去年开始 我就从新闻当中 从一些社群媒体当中看到 为什么泰勒斯他从去年开始的巡回演唱会 可以让每个场馆都挤爆了 或者说大家为了买他的票 黄牛票可以涨到多少钱 我在想说 为什么他可以有如此吸粉 或者说大家愿意为他花钱 这个能力怎么出来的 我讲这些话 并不是要乱讲的 是因为有人甚至为了这样子的现象 创造一个新单词 叫做Suitonomic 泰勒斯经济学 因为根据富比斯的估计 这一次他的巡回演唱会 世界巡回演唱会 可以创造出48亿美金的产值 这48亿当中 不光是门票收益 还有他所带来的一些旅宿业者 很多人跑来这个国家当中 就会住这边 然后每天再去看演唱会 旅宿业者可以赚饱饱 再来是航空业者买机票 买完机票之后呢 来到这边吃餐厅 来这边景点去逛逛 这些网美打卡店 这些都可以一起受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为什么泰勒斯可以做到这种成绩 我就从他大胆开始说起 就像是很多明星今天都被狗仔追杀一样 其实泰勒斯在刚出道 开始走红之后 他就被狗仔形塑成一种渣女形象 那这样子形象 如果今天落到一个一般歌手 一般艺人身上 再配合公关公司的合作 可能就出来灭火嘛 说我并不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泰勒斯不晓得是 有意还是无意的 他竟然透过这样子的人设跟形象 来创作歌曲 我讲一下Blank Space这首歌 泰勒斯曾经在1989 演唱会电影当中 他曾经讲到 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 他觉得媒体将他形塑成一个 收集众多男友的疯狂女子 他干脆为这种想法 设立出一个人出来 然后以这个人为主轴 来写这首歌 这就是他的灵感来源 那除了这首歌是他亲口成人之外 其实有粉丝去他歌里面找线索 我讲到我刚才提到一首歌 Enchanted 泰勒斯其实在专辑的歌词本里面 特地把某几个字母给放大写 后来这几个大写的英文字 拼起来就是ADAM 那这个ADAM代表什么 很多人认为这个应该是在指 猫头鹰城市乐团的主唱亚当 后来亚当呢 也根据同一首歌 回敬给泰勒斯 也算是一种间接承认他们两个之间 曾经是有情愫的 再提到另外一首歌 O2Well 描写的是他跟男星捷克的过往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 泰勒斯释出这个长达10分钟的原版歌曲 那这首歌的MV 其实是泰勒斯亲自导演的哦 后来呢 画面中所带到的彩蛋 其实都暗示这首歌的男主角 有可能就是在讲捷克 比如说里面讲到的年龄差距 或者说围巾这些线索 那除了这种很大胆的尝试之外 泰勒斯的大胆也让他选择 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们这件事情可以讲到2018年的时候 当时泰勒斯发文他表示 他要去支持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候选人 讲一下背景是这样子 在美国民主党的竞争者就是共和党 那当时共和党推出来的候选人叫做马莎 那时候泰勒斯就在他发文当中讲了 他说 马莎身为一个女性 他却反对一些女性同工同酬的法律 也说到他反对重新去授权 防止妇女受爆法 他也去反对同性婚姻与人权这些 那这些做法其实都跟泰勒斯一直以来 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相互抵触的 所以当时泰勒斯他发文 他表示他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到了今年2024年 美国的总统大学在初选阶段 其实泰勒斯呢也透过Instagram上的现实动态 去告诉他的2.8亿位粉丝们出门投票 所以呢我认为他在政治上表态是很大胆的 那除了政治上之外 在2019年的时候 他来自透过他的作品 You Need To Calm Down 用这首歌的MV去渲养同志平权 当时这首歌在MTV音乐录影大奖赛当中 获奖变成年度音乐录影代奖 那他在获奖的时候 他直接跟白宫里的人讲说 你们要去回应我所发起的平权法案请愿 这是第二点 再来是第三点 塞勒斯公开去挑战音乐串流平台 我们可以说音乐串流平台在这几十年 一二十年啊 他出现之后 大家要透过他们来听音乐 所以让唱片卖不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唱片公司 倒了快倒了 或者是转型就转型了 但是音乐串流平台 今天能够分润给钱 给这些创作者的比例却非常非常少 那多么少了 如果今天的作品在一个月当中 只被听了几万次 甚至到了十几万二十几万 那你今天一个人是没办法养活自己的 更不要讲到你今天要去养一个团队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塞勒斯写了一封公开信给Apple Music 他去反映 他对于这个分润机制非常不满意 同时间他也宣布了 他在Spotify上的所有专辑跟歌曲都要下架 那我们可以说这种挑战 已经不是拿一把主人手枪的等级 可以说是一种拿高阶M4步枪 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大胆 因为这些平台你惹得起吗 可是因为塞勒斯他本身的影响力够 于是当时很多音乐人跳出来 去支持塞勒斯的想法跟他的动员 最后这项活动成功去影响了平台的分润机制 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从现在2024年回头看 你会认为说 塞勒斯今天就挟带了这么多人气跟影响力 所以他敢去做这件事情 不然他今天没有影响力 这个平台会鸟他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今天我这么有影响力 我这么有钱了 我干嘛做这样子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呢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想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那除了以上这个之外 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泰勒斯他有一个很独特的稀粉活动 叫做秘密歌友会 因为泰勒斯他私底下会去追踪他几个粉丝 在instagram上去追踪 然后最后会挑选10个变成VIP 这10个VIP可以干嘛 这10个VIP可以被泰勒斯获邀去他家里面 吃他煮的甜点 听他的创作 像朋友这样子聊天 这个活动就叫做秘密歌友会 那以上这些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几个点 那我认为今天泰勒斯他的成功因素 一定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今天认为 我从第0个讲到第1000个 跟大家所有分享完了 讲完之后 我们也不太可能复制出一个泰勒斯V2 我们也不可能去复制他的成功模式 就让自己火红起来 所以我更在乎的是 我们到底可以从他身上看见什么 我讲我看见的 我看见的是泰勒斯今天要扛下压力跟骂名这件事情 同时间他演艺生涯 同时间他的创作 还要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 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先拿他扛下骂名这件事 因为今天想要去搜寻 泰勒斯空白男友这件事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媒体会去说 泰勒斯的某一首歌 又在他dease他前男友 或者说像刚才所讲的 很多的媒体想要把他 形塑成一种渣女形象 那我觉得今天泰勒斯 把这种形象变成一个创作灵感的时候 是很有卖点没有错 但同时间也去表示一件事情 就今天讨厌泰勒斯的人 他们会更大声的有理由说 我讨厌他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今天被扣这种帽子 但是却不能够把这个帽子摘下来的感觉 很痛苦 但是他扛下来了 还有今天泰勒斯他为了性别议题发生 他表明政治立场这些事情 如果你今天立场 刚好跟泰勒斯所表明的刚好一样 那你会非常爱他更爱他 但如果其中一个不一样 你是不是就有理由去讨厌他 他是不是因此就有可能掉粉了 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但泰勒斯还是选择做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分成两派 我们觉得我们事后会来看的话 如果你今天认为泰勒斯在创作歌曲上 唱歌上有他的才华 那我们就要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 也要去承认他非常有抗压性 但如果你今天觉得他创作频频 我们也可以单单欣赏他在公众议题上的付出 所以从以上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很确定一件事 今年泰勒斯才34岁 他的成就已经布满各个领域了 就像现在哈佛大学开的一门课叫做 泰勒斯与他的世界 那这本课堂中在探讨 他的歌曲跟过去的文学诗歌有哪些不同 也会探究一些什么年轻人身份认同啊 探究一些粉丝文化等等的议题 他这个人已经进入课纲里面 进入一个今天我可以教学的题材里面 再来谈到在2023年的时候 当时年仅33岁的泰勒斯 他获选为年度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 那这个评选机制96年来 这是第一位单独登上封面的艺人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要做到这件事情有多难 在2023年的时候 当时的绝选名单里面有几个人 我讲出来大家就会吓死 包括了 OpenAI共同创办人 San Oldman 英网查尔斯三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丁 美国领准会主席鲍尔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今天泰勒斯可以跟这几个人进竹 并且他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时 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么跨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 简简简简回来浓缩成一句话 我认为就像那句我们听过的话 反正你今天怎么说怎么做 都会有人想到理由 可以去讨厌你 可以去骂你 所以你今天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我认为这句话它听起来简单 但今天要加弱使于生活当中 是一件我认为需要很多学习 跟很多耐心的一件事 所以以上的谢谢呢 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